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辈子都赚不到五百关 早知道老子也去习武了 这娘的 不说五百关 能赚一百关 老子也发财了 也不知道谁会有这么好的愿见 能把这五百关赚到手 这娘的 谁这么大手笔 不会是假的吧 糊弄人的吧 假的 你没看到吗 天下第一武道会 天下第一你看到没有 这般岂能作假 你要是把五百关钱赚到手了 你就是天下第一武道高手了 哎呀 厉害了 厉害了 布告篮前 人山人海 人群里还有一个脸有次字的秋然虎老汉 看得也是连连点头 脸上微微有笑 口中也是说道 这个干气小子 会玩 还玩出个天下第一武道会来 有点意思 布告篮不远处 有一个茶楼 茶楼里有个老汉吐沫横飞地说着书 正说道孙权赤壁大战曹操 此时忽然有汴梁水军在行动 却听一人说道 哎 兄弟 你知道吗 那个天下第一武道会 来了个陕西的高手 说咱们汴梁无人 他要打得汴梁所有高手满地爪牙 跪地求饶 同桌另一个人闻言 声音立刻就提高了八度 这个台词大概是专门设计过的 兴许就是干气设计的 用词用语都经过干气的深思熟虑 谁说不是呢 就说东军进军 十几万人之多 里边高手如云 一个陕西人 且看他有多大本事 打得过几人 就是就是 一个外地人也敢胡乱吹嘘 到时候 弟兄们一起去看看他如何被我变两好汉打得满地爪牙 看他还有和颜面见人 说着说着 隔壁一桌 忽然有人出言问道 这世间当真有这般自大之人 有啊 怎么没有 兄弟我当面听来的 不然我怎么会如此的气愤呢 隔壁那桌之人也是气愤而起 问道 此人换个何名 如此大言不惭 好像是叫周同 说是陕西华州同关人士 年纪也不大 到时候一定要亲眼去看看他是如何被我变两好汉教训的 周同 当真好大的口气 几人说得义愤填膺 头前说说老汉的声音都被掩盖了下去 老汉也就停了下来 喝了一口茶水 等众人说完他再说 等到众人议论结束 两个挑起话题的人往门口而去 说说老汉赶紧追上去几步问道 两位刘伯 老朽想问一问 你们知不知道那个陕西周同到底是什么来路啊 两人看了一眼 说说老汉 一个机灵一点的人连忙点头说道 当然知道了 听说是陕西那边的江湖大侠 有一双铁壁绑 打遍陕西无敌手 所以才到京城里来会一会变梁的高手 那是嚣张至极啊 老头点了点头说道 多谢 多谢 两人兴满意足地往门外而去 又寻了另一处茶楼 照着台词又来了一遍 头前那个说书老头回到茶楼里 醒目一拍 开口道 今日 说一说陕西大侠周同的故事 说那周同 出身同观 自小学武 师出名门 十三岁时 出门时 遇到了强人捡径节道 下午时分 还不知道自己即将名震京城的周同 正在和大哥坐在门口晒太阳 身旁围着几个街坊邻居的孩童 周同正在逗弄几个孩童玩耍 忽然 有几个汉子到了门前 一人大声呼喊 哪个是陕西大侠 铁壁帮周同 给老子出来 周同愣了愣 陕西大侠 铁壁帮 周同似乎觉得这人应该找的不是自己 又听人喊道 周同 给老子出来 鼓吹大气一动 不敢见人是不是 周同这时候才决定来人喊的就是自己 起声拱手说道 在下周同 你就是那个 陕西华州同关来的周同 正是在下 不知几位是有何贵干啊 周同似乎还是蒙圈状态 不知道这些人为何是如此的义愤便宜啊 哼 叫老子好找 终于找到你了 出手吧 周同还在蒙圈 问道 这 不知哪里得罪了 那人已然不管 抬起拳头就打 口中还说道 岂敢欺我便怜无人 今日好叫你知道厉害 周同一脸不解地回头看了看二楼 二楼窗户上 甘齐正一脸笑意地看着楼下这一幕 一记老拳打在了周同的肩膀上 周同猛一回头 下意识拳脚就出 再看场面 那个出拳之人 一手捂着自己的胸腹 一手捂着自己的鼻子 口中还有一句话 哎哟 好生厉害 周同又回头看了一眼二楼的甘齐 一脸的不明所以 却见头前又有人大喊 我来回你 说话之人摆好了架势 小心谨慎地开始围着周同转起圈来 那是惊小慎微 好在甘齐已经从二楼下来了 出了门 口中说道 诸位好汉 陕西大侠周同今日不会再出手了 待得天下第一武道会开始之时 再来会会诸位便良的豪杰 莫名其妙的周同文言也是连连白手 不打了 不打了 你打败了我兄弟 岂能说不打就不打 围着周同转圈的汉子说道 甘齐又道 哎 你们这番轮番上场 有失功远 来日擂台上见高地 如此兴服口服 天下第一武道会就要开始了 你们往南里去就可以报名 也不要费用 等到来日再一较高下 到时候还有许多人见证 岂不更好 围着周同转圈的汉子停下了脚步 往南看了看又问道 那什么天下第一武道会 报名当真不要钱吗 分文不取 甘齐答道 好 周同你往擂台上见 汉子说完左右抱拳便往相扑场而去 这人踩走又有人开口大喊 哪个是山西大侠铁臂帮周同 出来一见 甘齐上前又是一番口舌 天下第一武道会又多了个参赛选手 一脸蒙圈的周同开口问甘齐 这 大哥 这都是怎么回事啊 甘齐尴尬的笑了笑 拍了拍周同的肩膀说道 没事没事 就是给你传了些名声 名动便良那是不在话下 周同文言愣愣地点点头 大哥 铁臂绑这个魂号还挺好听的 就是陕西大侠可不敢当 不敢当啊 哎 敢当 敢当 如何不敢当啊 你就是陕西大侠 我说你是 你就是 不是也是 我说他不是 他就不是 是也不是 甘齐说道 历史上周同就有陕西大侠 这么个称号 周同还是连连白首 大哥 愧不敢当 忽然又有人龙行虎步而来 一声大喊 哪个是陕西大侠 铁臂绑周同 此便良铁腿前来一会 周同苦笑一声 大哥 你这是到底给我传了个什么名声啊 甘齐尴尬地在笑 好名声 当然是好名声了 周同似乎是挥过意来了 一脸胡一道 我看可不像什么好名声 甘齐却是见笑着说道 嘿嘿嘿 那个先到这儿吧 得要打周同的 下集再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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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集再打